游艇破浪从比沙渔港出发前往基隆宇 在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官销处代理处长林文荣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行程 考察基隆于岛上的码头 环岛步道等相关建设 负责带领市议员考察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代表市议会肯定前任市长林又昌 以及先任市长谢国良 接续建设基隆宇 发展观光的努力和用心 那在这里当然首先要感谢 我们这个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还有产发处的一个进行安排 那在这里还是非常的 肯定他们的用心跟努力 那秀玉在这边也代表 我们基隆市市民来给予一个鼓励 肯定 那这个基隆宇它的整个环境 非常的优美 那在我们前草市长 这个林前市长 他的整个就是在进行的规划当中 那再加上我们这些新市府 谢市长的整个在这个 整个官销的这个官官行销的这个 整个用心的一个规划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今天到现场 看了之后就是跟我之前 在八年多前我当民意代表 这八年多来整个变化真的相当的大 虽然肯定市政府对基隆宇的建设 但是杨秀玉更希望市政府 必须做好后续各项建设的维护保养工作 会更重要 一个公共建设不是只有在建设这个部分 我觉得在于它的后面的维护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未来是基隆宇也好 包括我们基隆市政府相关的公共设施 我们在这个整个维护的这个规划 还有这个整个预算的编列 一定要非常的重视 尤其是在它的执行 就是它的整个整个就是维护这方面 真的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就是也提醒我们市政府 因为藉由今天的这个考察 提醒市政府就是说 相关的这个公共设施也好 包括基隆宇 基隆宇未来整个规划 一定要就是说好好的去执行 尤其是这个维护的这个部分 经过多年的建设修复以及规划再建设 基隆宇已经成为基隆市发展海上观光 最重要的指标性景点和卖点之一 特别是疫情解封之后 如何持续发展基隆观光 带动相关行业复苏 市议会非常关心 记者吴俊松 机动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